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22日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要有什么变化 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972天 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第74天 离蒂波老人要求俄军将乌军赶住库尔斯克 已经过了22天 离这个第二时间界点也已经过了7天 但是乌军仍然在库尔斯克继续活跃 俄军是束手无策 10月21日根据双方前线最新消息 库尔斯克前线战况变化不大 双方在刘比莫夫卡南侧 波克罗夫斯基周边 奥列哥夫卡森林区域和普列霍卧南侧区域互有攻防 战线没有太大变化 乌军在维赛诺耶南侧组织的进攻被俄军击退 乌军225独立营在库尔斯克树林 一间一支俄军特种渗透分队 俄军出两人背负外全部被击毙 这个乌军的第八十旅啊 在库尔斯克用他的防空导弹击落 俄军一架猎户座查打一体机 这个乌人机还挺贵的 在这个哈尔科夫的利普齐啊 帮助乌克兰乌军作战的白俄罗斯的战士 也就是他们是白俄的内派游击队 他们在这个哈尔科夫的利普齐啊 帮助乌军作战 结果啊 这支部队将俄军的这个正规军啊 一部分战士给俘虏 隶属乌克兰军队的 叫卡利诺夫斯基团战士 这个也就是由白俄罗斯人组成的啊 在哈尔科夫州东部利普齐村 附近的斯林林地带战斗镜头 已经发布 乘坐专甲车来到该地区的战士 成功解放了一支快速前进的俄军部队 行动中俘虏了数名俄罗斯士兵 值得注意的是利普齐是由乌克兰情报总局解放的 而利普齐北部的斯林林 则是由国防部下属情报总局的 阿尔坦斯和克拉肯斯 白俄罗斯团和外籍军头部队战士解放 也就是白俄的这个公用军啊 在利普齐的北部跟俄军交互 俘虏了俄军士兵啊 这些人也让这个卢卡申哥头疼啊 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会杀入白俄罗斯 在这个红军村啊 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啊 乌军的第68步兵旅记录了俄军 在波克罗夫斯克马里尼夫卡方向 一次惊人的自杀式袭击 装甲车卸载了一个牌的步兵 他们没走几米就全部被无人机射杀 俄罗斯媒体报道啊 说由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不在俄罗斯国防部的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 因此在库尔斯克地区阵亡的俄罗斯士兵家属 无法获得军方承诺的12万美元王陪战金 也就是说啊 这个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打战 死了那是白死 12万美元的死亡陪战金是拿不到的 那还言中的啊 传说中的司令官的部队 曹县的部队 在库尔斯克入国阵亡 会不会也是没有配偿金 没有配偿金 那司令官派人来干什么呢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啊 说此前从库尔斯克逃跑的18名曹县士兵 已在布莲斯克一个定居点附近被抓获 他们将被送往库尔斯克的训练营 可能会继续参加对乌军的进攻 你说这个曹县的士兵啊 连逃跑都会 跑出去了都不知道往哪跑 还打什么仗呢 路透社10月20日报道 媒体20日援引一名俄罗斯官员的话 报道说 由于乌克兰的袭击 俄罗斯黑海舰队被迫从克里米亚半岛 塞瓦斯图巴尔海军基地撤出蜀多军舰 据报道 来自俄罗斯控制的扎布罗热地区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罗格金 此方表态 是俄罗斯官方首次证实 黑海舰队被迫从塞瓦斯图巴尔撤离 据报道 乌克兰多次表示 其在黑海对俄罗斯军舰的机 迫使莫斯科将军舰转移至新罗西斯克 你看看 黑海舰队的这个海军基地 总部都已经让出来了 黑海舰队在那已经待不下去了 被炸得没有办 只好撤到新罗西斯克 我记得是前年啊 年底就已经撤到新罗西斯克 而且在新罗西斯克港的外围啊 用名船把它围起来 这样抵御这个乌军的这个无人艇的袭击 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海军呢 黑海舰队打得如此难备啊 要知道乌克兰可是没有海军呢 这个乌克兰人的敌后行动啊 一刻也没有停止啊 乌克兰情报部门报告称啊 参与对克列缅秋格购物中心 进行野蛮袭击的俄罗斯战犯 已被消灭 就是被乌克兰的特工啊 给除掉了 俄罗斯空军第52重型轰炸机 航空团案飞行员 德米特里格连科夫在布莲斯克州苏波涅沃村被发现死亡 其被人用锤子砸头部致死 这就是开瓢啊 太残忍了 格连科夫曾任航空中队参谋长该中队驻扎在 沙伊科夫卡机场 拥有图22M3轰炸机 乌克兰情报总局称 他参与了对克列缅秋克 阿姆斯托购物中心的袭击 该袭击造成22人死亡 此外 格连科夫还对2023年1月14日 对地内波罗一栋住宅楼的导弹袭击负责 当时46名乌克兰平民三生 其中包括6名儿童 也就是这个航空团的飞行员叫格连科夫啊 那是罪行累累 恶贯满意 乌克兰的特工盯上了 他一定要把他除掉 这就是罪有应得啊 因为他轰炸的是平民 用锤子锤死 让我想起了这个瓦格纳的普里格金啊 这个普里格金的家法 瓦格纳的陈储啊 就是大铁锤 大家还有印象 这普里格金动不动送出一个大铁锤 动不动对那些叛变瓦格纳的 或者瓦格纳的敌人 就用大铁锤伺候啊 这回啊 这个航空团的飞行员 切切实实的啊 遭受了锤行呢 该飞行员还是俄罗斯航空中备参谋长 那更是最佳一顿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突访基辅 他将与泽勒斯基 吴美罗夫举行会晤 讨论乌克兰的武器需求 以及明年美国如何继续军援乌克兰 这个奥斯汀表示 相信美国及其盟友 明年将继续援助乌克兰 无论谁入主白宫 奥斯汀说啊 我确信盟友合作伙伴将继续挺身而出 我们的投入不久将会收效 也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啊 明年无论是哈里斯上台还是特朗普上台 美国都将支持乌克兰 这个话怎么说呢 有一定的可信性啊 哈里斯如果获胜 那就不用说了 恐怕继续这个拜登的这个漏线啊 如果特朗普获胜 这里面充满了一些变数 但是大体上应该是对乌克兰有利的 因为这个特朗普有这个不可预测性 就是他现在嘴上说的要牺牲乌克兰 对吧 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和谈 领土换和平 但是等他被选上总统之后啊 到底什么态度 这可不好说啊 10月21号 美国共和党总统合选人特朗普在与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时威胁称 如果普京追赶乌克兰 他将袭击莫斯科 这是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 英英日报采访时说的 虽然啊 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 他如普京啊 这次对话是在什么情况 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但补充表示啊 他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性良好 特朗普威胁普京 将对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 进行平安有利的打击 特朗普说啊 弗拉基米尔 如果你追击乌克兰 我将用你难以置信的力量进行打击 我会攻击莫斯科市中心 我不想这样做 但我别无选择 然后这个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对特朗普说的话 是不可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俄罗斯不可能对乌克兰动武 俄罗斯国家动马 国际事务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 朱罗瓦 他回应特朗普的这个 要轰炸 莫斯科的这个言论啊 他说啊 他们有选举故事 他们有技术专家 为他们工作 他们可能正在与特朗普 讨论这样的言论 了解其后果 显然 他想展示自己的自信 他甚至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如此同时 他在努力维护双方的关系 以便能参加和谈 我认为 他是以这种方式暗示 这个朱罗瓦说啊 这些是选举词 此外 他们会被 某人视为笑话 同时 他自己也表示 自己绝不会这么做 这个对俄罗斯人来说 还是不小的震撼 特朗普居然说出了 要轰炸莫斯科的 这个说法 当地时间 10月21日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表示啊 当天 他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 并于 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总司令基尔斯基 总参谋长巴尔杰列维奇 举行了会谈 会议上 主要就前线问题 军事任务和近期行动计划 以确保前线所需 包括武器 军事装备 补给和旅机人员 编制等问题进行讨论 此外 会议还特别讨论 库尔斯克行动 泽伦斯基表示 俄罗斯原计划 在乌克兰境内设立缓冲区 但目前 乌克兰将缓冲区 建在了 俄罗斯边境附近 实际上就是双方都趁这个 还有十几天 顶多二十天 这个时间窗口 要尽可能的把对方赶出去 因为接下来就是冬季 不离如地面行动 你现在赶不走 那接下来一直到明年四月 恐怕双方的战线都很难发生变弧 这个迪宝老人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10月21日消息 欧盟国家将讨论 冲突结束后 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 图片报原引消息来源宣布了这一信息 该报原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洲官员的话说 向乌克兰派遣欧盟维和人员的问题迟早会出现 他承认欧盟将在乌克兰组结束后讨论这一谄议 10月19号 有消息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尔将与七国集团国防部长讨论 容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问题 10月21日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访问乌克兰期间 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军事援助 奥斯丁表示 在拜登的领导下 美国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今天我想宣布 为乌克兰拨款4亿美元总统援助计划 用于向乌军提供弹药军事装备和武器 奥斯丁一到吉府就送上一个大礼包 当地时间21日 韩国外交部赵武建俄罗斯驻韩大使 就曹县派兵援俄一事表达抗议 俄方对此暂无回忆 当地时间10月18日晚 据韩国情报机构国情院消息 曹县已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 特战部队士兵参战 规模为1千1万2千人 韩国总统尹锡锐 当天主持召开及安保会议 韩国总统府称 韩方一直密切关注 朝鲜向俄罗斯派兵的相关动向 未来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和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韩国政府就此次召开紧急会议 称这一情况 对韩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韩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军队 发送155毫米炮弹 作为对朝鲜向俄罗斯派进军队的压力措施 据悉随着朝鲜向乌克兰交战的俄罗斯派遣 天500名最精锐特种部队 韩国政府认为自己可以考虑通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155毫米炮弹的迂回支援 特别是去掌握的消息 朝鲜通过追加移送 派兵规模将达到1万2千人 因此韩国政府计划 首先集中精力阻止朝鲜追加派兵 韩国政府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朝鲜派兵规模做扩大 美国和乌克兰等国际社会的谴责力度也会急剧上升 我们也只能重新考虑如何支援乌克兰等问题 关于这个朝鲜向俄罗斯派兵这个 那俄罗斯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当地时间10月21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涉及特别军事行动的问题 应询问俄罗斯国防部 他说在所谓朝鲜派兵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话题上 俄方看到很多互相矛盾的信心 韩国所声称的美国国防部却称未得到证实 佩斯科夫同时表示 朝鲜是俄罗斯近邻与合作伙伴 双方全面发展双兵关系 这是双方的主权权利 任何国家都不应为此担心 因为俄朝合作并不针对第三国 俄罗斯和朝鲜将继续发展合作 也就是俄罗斯是否认的 那另外一个大国呢 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了一些 叫希望各方推动缓和局势 致力于政治解决 这个回答的好像是没回答 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因为到现在为止 美方比如说这个布林肯还没出来说话 德国法国英国波兰都还没跳出来说话 如果这个朝鲜敢派一万二到俄罗斯参战 这个波兰一定是憋不住的 没有人比波兰更着急 因为乌克兰一旦倒下 那下一个就是波兰 所以赌也在这必须给他赌住 所以一旦这个俄乌战场发生变化 那波兰就十一块就要找机会下场 他不可能再拖到下一次 这个俄罗斯直接猫头对准波兰 那个时候他压力就大了 所以我觉得啊 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看波兰的态度 波兰怎么可能到现在憋着不说话呢 如果真的啊 曹县的士兵一万二到了俄罗斯 因为这个人数不少啊 美西方不说话吗 大国似乎是卖了一些什么机床 车床给俄罗斯 那波兰肯都擅算下跳了 找机会就骂 你说曹县拍了一万二 他憋着不说话 这个反常 第二个你看 这俄罗斯说了 没有的事 对吧 你们自己说的都是自相矛盾的 大国呢 你看摸零两口 政治解决 就到现在为止 还是乌克兰和韩国 对吧 比较热衷的传这些消息 这就和以前啊 传这个白俄罗斯的士兵 对吧 要到俄罗斯参战 或者就是从白俄罗斯进攻 基辅 一样 把这个事情炒起来 我想啊 他是打预防针 就先把这个路给你堵 就先炒起来再说 你看曹县到现在都没说话 有人说了啊 是11月1号开战 正好就是那个俄朝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协议啊 生效的那个曹县士兵啊 就要大开杀戒 这些都是乌克兰和韩国的传言 如果真的是在那交火 我想很快 乌军就能抓住俘虏 什么都满不 所以大家应该再观望一段时间 不要急如下结论 到目前为止啊 网上流传的那些视频 基本上都是假的 都是别的视频啊 冒充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啊 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啊 说啊 美国大选不太可能影响乌克兰冲突 这个俄罗斯卫星通信社采访 俄罗斯的外交部的时候说 美国大选不太可能对 乌克兰危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华盛顿两党在支持乌克兰和对抗 俄罗斯方面已达成共识 他只说 美国大选不太可能对乌克兰危机 产生重大影响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俄罗斯人还是比较有清醒的判断 因为这个特朗普又不可预测 他即便上台了啊 你也不能肯定 他真的就按他上台前说的那么就办 不当家 不知拆迷有点贵 等他坐上总统的这个位置之后啊 那说话就不一样了 担的责任也不一样 在野的时候 台下他可以随便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21日晚上 前往金庄国家峰会举办地喀参 佩斯科夫对记者说啊 今晚总统就将前往明天开始 金庄国家峰会 繁忙工作的喀参 这个迪伯老人对金庄国家峰会 那是倾注了热血啊 那是花了非常大的代价 求爷爷告奶打电话 对吧 拜托这个拜托那个一定来这个 碰碰场 结果就这样啊 首先是吴希奇他不来 然后呢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不给面子 然后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 萨拉曼王储也不来 你说这个多丢人吧 结果啊 说好了这个巴西总统 卢拉他临时变卦 也不来了 放了鸽子 10月20日消息 俄罗斯总统 新闻秘书 斯科夫说巴西总统因健康 无法出席10月22日至24日在俄罗斯 喀参举行的金庄国家峰会 因为这个普京啊前几天在宣布 说自己啊就不要去巴西 对吧 那个G20峰会上就捣乱了 毕竟啊 这个也不受欢迎 为什么要跑去让这个卢拉 没面子 让他难办呢 所以这个普京就不去参加G20 结果有媒体就说了啊 那是不是因为普京啊 说不去巴西参加G20 那么巴西总统卢拉就怀恨在心啊 觉得没面子 所以你这个什么啊 金庄国家峰会 人家也不来 哎 这个问的很尴尬 所以这个佩斯科夫啊 就打圆场找借口啊 说克里姆林宫不会这么想的 实际上你俄罗斯就是这么想 也能怎么样 这个阿联酋的总统啊 跟普京会晤 那就更加出格啊 怎么出格呢 俄罗斯报网站10月21日报道 阿联酋总统哈姆德 本扎伊德 阿勒纳哈亚 穿着黑色运动鞋 出席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顾 按照这个俄罗斯报说法啊 说现场视频和照片显示 阿联酋总统落着脚踝 穿着舒适的运动鞋 坐在茶桌 而普京啊 是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穿着皮鞋 擦着蹭亮啊 你说这个外交礼啊 这么正式场合 你穿个运动鞋 完了关键 好像还没穿袜子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就这么不拿迪宝老人弹干部啊 对吧 这个第二军事强国的总统啊 虽然现在不咋地 那也是受责的骆驼兵马大呀 对吧 就这么不重视 也得不合适 关键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干 2023年 在圣彼得堡 建迪宝老人的时候 他还是穿着冰动鞋 这哥们是穿不了屁鞋 还是怎么着啊 我感觉这就是贱人下菜叠啊 专门来含着迪宝老人 这有点过啊 咱们再看一个这个 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梗 一个小斗鸡灵 这个说的是一个英俊 叫金一南 他非常机智的怒斥 或者就是怼 这个英帝国主义的这些专家学者 留下了一段佳话 是这样的啊 说这个2000年 那就是24年前啊 英国教授泰勒当面怼金一南 说中国人不受信用 在1842年 白纸黑字 签了永久戈让香港条约 如今却要收回 谁料金一南将军 用一句话 便堵得教授 哑口无言 说当英国的泰勒教授 在中英双方面前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啊 现场瞬间 鸭血无声 在场所有的人都将目光 投向金一南 众望所归啊 看他怎么回答这个事情 这么尴尬 出人意料的是 金一南 只用一句话 便堵得教授 哑口无言 面对来者不善的泰勒教授 金教授仍然保持应有的风度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我希望大家回忆一下 中国成立时 我们对世界的喊话 对于以前 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 部分将会承认 但是对于部分 损伤中国主权的条约 行中国也会毫不犹豫的拒绝 一个一百多年前 被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当然不会承认 金教授这句话 置地有声 而他更是获得全场人的战胜 金教授一行 汇报演讲 让英国人败振了 看待中国的眼光 自那以后 再也没有人会问出 泰勒教授那样的无理问题 因为他们都已经知道 那个问题的答案 今日之中国 非昨日之中国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强大便是唯一的答案 太解气了 振奋人心 金教授太厉害 就按照金教授这个说法 确实质地有声 也就是说 一百年前被强迫 千年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当然不会承认 那希望金教授下一次 要抓住俄罗斯的教授 或者俄罗斯的官方 也要这么去怼他 要义正言辞地告诉俄方 一百多年前 被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当然不会承认 希望金教授不要见人下菜碟 不要搞双标 不要对文明人就敢说 对流氓就不敢说 希望金教授再硬气一回 海生外 图门家出海 这个还是可以去要的 难道这个就是平等条约吗 所以这个黄恩 还是要注意 督促金将军 画个圆满的句号 现在不平等条约的 只有俄跌了 对吧 占领中国领土的 也只有俄跌 对吧 应该再一次的 把这个质地有生的 这个话喊出去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着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